为了改善垃圾厂区内路面品质 并且避免垃圾飞散的问题 施工所向环保署争取经费 占厂区指头 施作水泥路面还有新社围离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项工程首次采用再生力量的卢沙 来取代传统天然几配 不但是花莲全线首例 更因为发挥再生利用价值 兼顾环保及工程品质 将可以坐稳全台湾的示范指标 原本垃圾车载运垃圾进入垃圾掩埋厂 路况不好行车十分困难 为此花莲施工所向环保署争取经费 改善垃圾掩埋厂环境设施 要让清洁队员在执行作业时可以更加安全 同时周围设置厂区围离 除了避免外人散入发生公安意外 也可以防止东北气风 把厂区内的垃圾吹出厂外造成污染 希望说我们垃圾掩埋厂的 我们工作同仁在工作的时候 都能够比较安全 所以这次我们争取相关的预算 是在做我们一个俗称的卡楼 就是道路的部分 还有围离的部分 那道路的部分做了617.5平方公尺 那在围离的部分 也做了600多公尺的围离 围栏的部分 它可以主要是防止东北气风 把垃圾吹出去 那也防止了一些保进来的民众 那到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跟安全性上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这边把卡楼做好以后 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垃圾更方便的来做相关的载运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是配合环保署的政策 那也像焚化场里面买的一些炉渣来做相关的底 那因应相关的政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炉渣也都是过去所焚烧的一些垃圾 然后在制成我们要做的一些道路的基底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部分 那也有其他的县市有来做相关的观摩 那我们希望完成之后能够保障队员的安全 可以保障民众的安全 垃圾卫生掩埋场改善工程总经费是930万元 施工内容包括水泥路面铺设617.5公尺 还有新设微离658公尺 这项工程首次采用再生力量的炉沙 来取代传统的天然几配 不但是全花莲县首例 施工所希望可以借此成为范例 兼顾环保及工程品质 也达到爱护地球妥善利用资源的目标 借路会幻市报道